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只好认 由鸦片带中国横行 而八七兵也变成了一群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 太平千国运动爆发时 前锋皇帝在兰贵妃 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的建议下 任用了曾国藩所宗堂李鸿章等人 最终用一群汉家兵将保住了大清江山 而八七子弟从此之后便默默无闻 成为了朝廷财政的一大负担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 看一看清末八七子弟的真实状态 看完之后或许你就会明白 大清王朝为啥会灭亡了 坐在藤椅上的八七官员 抽着大烟袋 十分逍遥自在 却又十分威严 这个摆拍的角度选得非常好 有些官员连马都不会急了 也只能摆个造型 然后再踩着仆人的背 小心翼翼的下来 骑龙驾鸟的八七子弟一群 躺在床上抽大烟的八七子弟凡文入节 代替了马上绝技 一个个孱弱不堪 如此国家天能不亡